直播吧 8月19日是北京时间8月19日20点 2018年燕尼亚运会男组小组赛C组最后 一轮唯一场比赛在西卡勒哈鲁博球场进行 中国U23对阵阿联球U23 上半场判了万首开记录 威士豪班平比分 下半场摇军胜打入半场调射世界杯 最终U23国足2比1一转阿联球 小组赛三战全胜昂首挺进16强 中国队上轮3比0完胜叙利亚提前一轮小组出现 而阿联球则是4比1战胜东帝万迎来首胜 本场由于提前出现 中国队进行了一定程度轮换 冯博元、石友刚等人均轮换出战 威士豪和可超领衔阵容 开场第三分钟 学友刚右路船中被对方们降没收 第七分钟 阿联球左边路船中太大直接飞出底线 第十分钟 冯博元、李现前横传 中国队进区内没有人包抄到位 十四分钟 威士豪横传 对手抢在唐师身前将球破坏 十五分钟 阿里进区外一脚越射被陈被没收 二十分钟阿梅里进区外远射大大高出横梁 二十五分钟 曲友刚右路船中太靠近门将被没收 二十八分钟阿远球中场断球后长传 不过前锋起动稍早 处在了阅位的位置 三十分钟中国队后场断球后 姚军胜中场分球是被对方阐场出现受伤的情况 三十二分钟阿连球取得领先 中场长传后对方前锋做球 怕了 娃跟进一脚抽射得手 零到一 阿连球领先 三十七分钟 林海龙边路口过防守传中被对方 第一点几雷 三十八分钟 中国队扳平比分 杨志胜中路长驱阵入后分球 冯博源被身做球 为是豪锦区左侧晃开防守都是圆角得手 一点一 四十二分钟 阿连球任意球造险 对方投球成为门前一档 批球击中对方进攻球员弹出底线 一分钟不时 后上半场结束 双方暂时战争一到一 一边在战中国队用藏涌进换下藏尸 四十九分钟对方下底后横传被刘一鸣挡出 五十三分钟 陈折超横传被对方门降没收 五十四分钟对方长传 前锋进去内停球哨大 李海龙将球断下 六十分钟李海龙帮手中拉快对手 吃到黄牌 随后对方认一球直接打门 高出横梁 六十二分钟 阿连球进去外跃射 大大拼出球门 七十一分钟 中国队反超底分 辽军省刚过班场 一脚世界波教授直接飞入球门 二杠一 中国队反超底分 七十八分钟 阿连球挑船进去 被陈内出击监修没收 八十一分钟 维舍豪中场连过三人后 被对方拉倒 八十八分钟维舍豪突破 被对方放倒 分钟五十后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又二三国足二比一 逆阿连球 中国又二三出场阵容 一辰为 二李海龙 十九流一名七十十四龙城 五高准义 十七徐六刚 三陈哲超 六小军胜 八何潮 十堂十四十六十八草永静 七 维舍豪 十六冯伯仁八十六 九张玉宁替博为出场 四 刘洋 十一陈彬彬 十二周玉 陈 十三 黄紫昌 十五张元 二十邓哈龙阿连球首发阵容 二十二沙姆系 三 梅克尔齐 五 阿里 四 沙尔齐 十二达哈尼 十九阿塔斯 六 萨利姆 二十四 帕勒万 二十九 穆罕 摩德奥马尔 二十七 阿梅里 十六 亚赫亚伊阿里 二十六